这次到泰国第一次看见那个莲花超市的新logo Lotus 以前叫Tesco Lotus 有很多朋友一直问我在泰国生活 大概要过上体面的生活 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今天到Lotus 这里相当于是美国的沃尔玛 就是它是非常齐全 各种种类都有 都是小包装 它跟泰国版的Costco 万克隆相比的话 万克隆就是大包装 价格相对于便宜一些 但是我想一般 你说一个人两个人居家的话 买东西可能去Lotus去的比较多 你看这巨大的停车场 毕竟它每个车位都是很大的 因为泰国人也喜欢开皮卡车 所以他们的车位比在国内是大很多的 在这里停车的话不像国内 那些小的变态的那种车位 非常考手艺 在这里开车停车就比较轻松一些 所以泰国考驾照也没那么难 可能停车要求的技术也没那么高 关于那个Lotus的历史 以前叫Tesco Lotus 实际上这个Lotus最开始也是 谢氏家族政大集团它创立的 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它受到了打击嘛 然后就把自己大部分的股份就卖给了英国的Tesco 所以它以后这个超市的名字就变成Tesco Lotus 但是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 那个谢氏家族又有钱了 就想把那个股份全部收购回来 当时出价是100亿美元 但是呢 它经过了一个泰国政府的审批的过程 因为它涉嫌垄断嘛 因为谢氏家族在泰国的零售行业太强大了 像71小超市 遍布泰国大街小巷 也是谢氏家族的 然后万克隆也是政大集团的 现在它如果再把那个Lotus 就是全部控股的话 就实际上就形成了垄断了 但是经过泰国政府的审批 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 它也成功的收购了 所以现在它的Logo就变成了Lotus 就是完全由政大集团吃骨了 好 现在我们到那个超市里面去看一下 就挺方便啊 你直接开车就开到那门口 就可以上货 好 进门是卖奶茶卖糕点的地方 好 这里还是Swincense 这家是卖冰淇淋的 哇 这里在卖 MG 这就是中国的那个上汽的那个牌子嘛 现在在泰国好像还卖的挺好的 新车啊 买不起 我们去看看那个货物车吧 这车还挺漂亮的啊 看一下价格吧 不好意思 多少钱 多少钱 这个价格 这是最高价格的 这本是最高价格的 最高价格的 哪个价格的 这是最高价格的 3.9万元 Standard model How about this one you have? All I need is Mg3 Mg3 Hashback This one is Sedan Sedan 这个是三箱的 现在这个是两箱的 不便宜的54万9 相当于人民币10万块 价格还可以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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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购买的话 购买的话 15% 这个是国外 25% 如果购买的话 137% 每个月 4个月 4年? 9,000 5年7,000 6年6,000 7年5,000 分期可以分,7年分期 外国人手术25% 本国人15% 本来是不错的 OK,Thank you 这个车好像也不贵 人民币也就是10万出头 这个就是149泰鱼 肉蜜149泰鱼 看一下牌骨吧 我比较喜欢吃牌骨 猪蛇219泰鱼 猪肉价格是涨了一点 这种猪排98泰鱼 这么便宜 不到10块钱了 几块钱 它这里五花肉是比旺克龙卖的贵 五花肉旺克龙是207泰鱼 这里是245泰鱼 但是它都是给你分割成小块小块的 不需要自己弄 因为那个肉好像那个部位更好一些 排骨也太便宜了吧 98泰鱼 那差不多就是9块钱一斤 这种排骨 那搞一点 买了 193泰鱼 193泰鱼 大概189块钱一斤 那我也买一点 你看我这一带那个软肉排 0.558公斤 相当于就是一斤吧 如果一个人的话 一天我觉得吃这个软肉排 它基本都是净肉 连骨头都可以吃 也就是107泰铢 就是20人民币 就是你每天吃肉的成本 就是20人民币 你如果喜欢吃鱼的话 就更便宜了 鱼价是没有涨的 你看那个就是127泰铢 95泰铢这些鱿鱼 就相当于就是几块钱一斤吧 10块钱9块钱一斤 像这些鱼也挺钱的 并且它这里是可以给你油炸 还有蒸都是免费的 你买一条鱼 直接在这里加工 你看这是94泰铢 可能就是89块钱一斤吧 它就可以直接给你油炸 拿回去就可以直接吃了 在这里和寿司啊 这些 119泰铢一盒 三味一寿司 这个吃饭的成本吧 它这里还有熟食哈 你看这种整只烤鸡99泰铢 就是189块钱的 还有盐局鸡也是99泰铢 整只鸡 像这些都是烤鸡 所以你买只鸡哈 你如果一个人吃的话 估计一天的蛋白质都解决了 还有饭啊 这些插烧饭39块多 买牛奶啊 我觉得牛奶实际上也挺重要的 像我以前啊就是 像我以前就是完全不喝牛奶 小的时候就是没有牛奶喝 后来大了以后有牛奶了 但是喝了就拉肚子 国内的不管什么牛奶啊 新鲜奶还是什么奶 反正喝了就是拉肚子吧 但是这一次 我到了泰国以后啊 因为小孩现在开始喝鲜奶了 我也尝试喝了一点 发现泰国的鲜奶喝了就没事了 以前还真不知道啊 以前小孩主要就是在喝奶粉嘛 但是这一次 我尝试了一下泰国的鲜奶啊 就是喝了不拉肚子 所以说我现在也开始喝牛奶了 好 你看像那个牛奶吧 他这里卖的牛奶好像比那个万可龙要贵啊 特别是这个牌子 名字 你看他居然要卖150多泰铢 两身装的 我在万可龙的话才90多泰铢 这个也差的太多了吧 所以我今天换个牌子啊 这个牌子叫阿华田 很奇怪啊 这个牌子它是全泰文的 我只有拿翻译软件看一下 然后他这个是89泰铢 相当于一升的话就是七八 因为它是两升装的嘛 大概就是八块钱人民币吧 一升八块钱人民币 我今天尝试一下这个牌子 你看他还有那个荷兰的那个牌子 十木兰更便宜 79泰铢 相当于一升的话就是七块钱人民币 哦 他那个柚子 在做促销哈 买一送一 这样一个柚子 59泰铢 然后再送一个 相当于十块钱买两个柚子 这个柚子是超级好吃 这个泰国的那个柚子 真的是 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柚子 泰国这些葡萄苹果都是进口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进口水果的价格 你看这个是美国的苹果 四个58泰铢 就是十块钱四个 美国进口苹果 也不贵啊 那苹果拿一袋 哇 他这里水果还挺便宜 这个买了四个买一送一 大家看一下他进口的葡萄哈 你看这个是 109泰铢 一公斤 那就是不到10块钱一斤了 大概9块钱了 红蹄 这个是五脂的 给小孩吃比较好 黑蹄 九四九泰铢一公斤 相当于就是大概八九块钱一斤吧 这个在国内啊 我在老婆梁家他们海风也买过啊 那个很贵的 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品质还不如这个 所以泰国的进口水果啊 是比国内卖的便宜 这就是泰国在大超市里面啊 他青菜的价格 那都是什么六泰铢五泰铢十泰铢 十二泰铢 这个是七十五泰铢 可能比国内稍微贵一点啊 你到那个批发市场去买更嫌一斤啊 西兰花 西兰花六十九泰铢 一公斤 相当于大概六块钱一斤吧 这个南瓜三十五块钱 三十五泰铢一公斤 大概就是三块钱一斤 这个橙子也挺甜的 五十九泰铢一公斤 相当于大概五块人民币一斤吧 你看这种包菜啊 四十五泰铢 这种的话就是二十五 二十六泰铢 大概就是两块钱一斤 因为消费情况不一样啊 有的吃的多 有的吃的少 有的用的多 所以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我想一般的话 可能你每天的消费就几十块钱吧 吃肉二十 蔬菜十块 水果十块 再加上日化 应该五六十块钱 人民币一天 就是基本的开销 应该是可以覆盖的 五十块钱的话 一个月的话 就是一千五百人民币 然后租房 现在租房当然 根据 季节的不同吧 因为现在因为疫情 那个租房成本是很低的 三十千泰铢就能住一个房子 在平时的话 一千人民币应该也够了 相当于就是两千人民币 再加上交通的费用 应该三千人民币 生活在泰国 基本开销 一个人应该是够了 好 这期视频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